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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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 莉莉 没问题 莉莉 拜拜 来 蕊姐 交对这种事情为什么让我来干 不是有实习生吗 这个 这个可能弄错了吧 蕊姐 要不我来吧 蕊姐 别生气 其实这是萧经理的意思 她说你很长时间没来工作了 现在办公室软件更新又快 所以就让我们给你找一些简单的事情来做 蕊姐的意思是说让我们照顾蕊姐 知道了 好 以后不要再说照顾蕊姐这种话了 为什么不能说 你愿意靠人可怜地活着 况且还是曾经的死敌呢 你说 生孩子真的会改变一个女人吗 反正我要是有了孩子 可不想像人比起这样的 太窝囊了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人 想要是一般的 对 一般的 在这般的 陈姐 李总那边催着要孕妇护肤乳的预算 你这边数据整理好了吗 你帮我跟李总说 我马上 好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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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工作 我不要回家 认识你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你哭 可是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场不相信眼泪 你别说脚了 理查也没错 确实公司不是福利院 不会因为你母亲的身份照顾你 也不会因为你有孩子 而降低着你工作的考核标志 没有人会给你这个特权 怎么又坏了 什么时候修好啊 还有五分钟啊 我跟理查建议 让她再给你一个月时间 调整一下自己 但是工作的要求 大家都一样 谢谢 理查是个男人 她懂什么 怎么还没好啊 别死了 快点 修好了呀 快一点 那不要脆了呀